詞曲 李宗盛 多少年的追尋 多少次的口吻 香愁是一碗樹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情 年深外景又無景 日久它香進故鄉 流走你可記得 圖你的方向 寶寶你可知道 耳曼的心長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云一生情 鱼木寨位于湖北省立川市带大山深处 土家族相氏一门 市带聚居在这里 鼎盛时期 鱼木寨有五百多人 如今依然有三百多人居住在深山峭壁之上 向少洪对于脚下这条出入鱼木寨的蜿蜒山路非常熟悉 和村中其他的孩子一样 从十来岁起 向少洪每周都要往返一次 背着母亲为她装好饭菜的小碑楼 走出村寨去上学 她的求学之路正如这条山路一般充满着曲折与艰辛 三十年前的一个夏末 当时初中毕业的向少洪心事重重地 从这条路上又回到家中 由于家境困难 她将面临无法升入高中继续学习的困境 能不能继续上学直接影响着向少洪的命运 当时村里的同学都已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可她的学费依然没有着落 我跑到那个田里面去很近嘛 我都在那个地块里面坐起 坐起和人爱事谈起来 我对他们爱事谈起来坐一会儿 他们心里面没有要一直说 我心里面他们也是经济困难 大家都心里都没说 就在向少洪几乎绝望的时候 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 手里赚着被汉字浸湿的八十块钱 就是这来之不易的八十块钱 改变了向少洪的人生轨迹 高中三年 向少洪投入了全部精力 埋头读书 1985年 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 成为了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 余墓寨上的第一个大学生 我们家庭环节会困难 但是那种读书啊 那种支持的那种读书的那种 思想一直支持他们那些脑子 他说的就是 所以我们说的就是 你要好人读 你不读都没得出息 一直在努力学习 努力上进来努力出 这个业子支持我 这个教学习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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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读书最重要 耕不住也耕啊 读书最重要 耕读最为本 老人不加思索地说出这句话 正是道出了他苦苦支撑 儿子读书的内在动力 那就是在余墓寨 延续了数百年的 中国传统文化基因 崇文上学 所以从古代的古巡 就你来足足无比的要 教育我们要重视文化 要好读书 就是古人说啊 这个养儿不读书 其党为特殊 绝对传说一字之间 据万县志的记载 于墓寨山高峻四周碧立 形如桃谷 寨门齐尾 寻跨近债之路 两侧绝壁耸志 楼界山势 山界楼微 浑然一体 有着一夫当官 万夫仇之险峻 历史上 这里的年轻人 想要外出求学 只有两条道路可走 两梯子 是寨东悬崖之上的 一条出寨之路 二十八根石条 一头插入岩壁 一头悬于空中 一级一级 延伸成一条绝壁天梯 其惊险程度 世界含有 三阳关是寨北的一条出寨之路 悬崖边卡兰挡道 两旁老岩夹志 石阶古道回环而下 闲窄难行 更为艰险的是一段气质不用的古道 当地人称为守八岩 岩壁上开草出来的石阶 构成一道天梯 几乎与地面垂直 手脚并用才能够攀登 对于外地人来说 在三阳关和亮梯子上行走 是一种探险般的经历 但数百年来 榆木寨一代代的年轻学子们 却要每日面对 使天险为平常 在日复一日的行走中 支撑他们不畏艰险 勇于攀登的 正是相氏家族 重温上学的传统 韩宗派在一次田野考察时 偶然发现了榆木寨 作为一名民俗文化专家 他被榆木寨散发出来的 独特气质所深深吸引 这个地儿首先出动我的 是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教育的圣地 是一个文化的圣地 特别是那十座大型的墨碑 高大入山中之城 几乎是清淡 本地和传统文化系列 一部文化志 一部文艺史 它的这种文化的信息 传统文化的信息 确实是每一个 到这个镇 不仅是我 都感到震撼 都叹为观止 在保存相对完整的 十多座大型墨葬里 墨主多为相氏先祖 最早的建于清代道光十五年 这些墨葬的碑客 规模宏大 雕饰华丽 气韵生动 散发着浓厚的文化气息 其中 相子墨 堪成金花 相子 1826年 出生于书香世家 从小勤奋读书 精通国学 受到清代皇帝的赐赠封殿 相子的儿子相林斋 自小品学兼优 名声传遍十里八乡 受力而入国子鉴 因勤奋博学 而得到皇帝恩宠的相氏家族 成为了余墨寨当地的明文望族 人们争相效仿 从此 重文上学 就像一粒种子 在这块弹丸之地上 生根发芽 绵延不绝 那边是王强国兵 梦中古竹 二十四孝的 这是百石传 特别是这边是跳灯 这个木最典型的一个雕刻 一个佛雕 是这个佛字 一般都说是一个龙凤 胶尾的一个图形 看起来是个佛字 实际上是一幅画 它周边是八卦和博古图 是琴琴说话 反映了当时相子 本人和他当地余墨寨人的 那一代人 对文化的崇敬和追求 以及对后人的期盼 造就如此精美的 十余座大墓的碑客 处处都能让人感受到 像是祖先 看中学识的精巧心思 偏僻而缭络的丸石 略带几分沧桑与坚韧 像子孙后代诉说着 已然流逝的岁月风霜 尤其是对于人生 对于不朽的追求 他往往会把自己的 这样一些愿望 通过勒石作弥的一种方式 来表达出来 或者是向后人进行招式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就会形成他自身的一个 族存的性格 对后代会产生一个 重大的影响 主题我们说到 如不在这上面来看 他可能就表现了这样一种 崇尚文化呀 秦学宗教啊 这样一种族存的性格 在榆木寨上 人人都清楚 秦学读书的道理 即便是种了一辈子地的老人 也明白读书的好处 读完书的 直接聪明 老师教你聪明 挂你墨子 在世界上不为难 在人群中间说话呀 就像是聪明一些 他如果不书的话说话呀 粗鲁的话 对于这个 交通节以外就没有其他 主事来跟人家交谈 讲话 如果说大型墓碑 构成了榆木寨的文化底色 那么 相氏族谱却给后继者 指明了方向 相氏先祖 将崇门上学的传统和教子读书的期盼 写进了族训 并制定了明确的奖励制度 这本出谱啊 非常重要 特别是你看这一段话 它基本上帮助我们 找到了这个榆木寨上 相氏或者榆木寨人 宗教劝学的根据 光前与后 魔如读书 古你世子 奖赏不要 我族如有能进文学者 各公允五十两 有不宁者 各允二十两 他就实时 季节实实在在地 在古与教学 古与文化 相亭妇 是相子第六代孙 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在六岁那一年 母亲从衣柜里翻出几本 有些破旧的古书 告诉他 这是相家的族仆 也就是从那时起 他了解到祖先的故事和教诲 他开始跟着族仆识字 明白了母亲经常读书 他读书的良苦用心 母亲把这个破旧给到我们 我们虚然看不懂的话 感觉那个很是了不起的 他的想法就是 从我们祖先来讲 就是一度说法家的 一度说成了名的 我们也有那个 就是有那个追求 在母亲的教育下 六岁的相亭妇 从小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凡是跟读书有关的事 必须认真 由于家境贫困 向庭赴初中毕业之后 就告别了学生时代 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于是他把读书的理想 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 可命运仿佛又一次 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大儿子向庭赴在读高中的时候 因身体原因辍学在家 并从此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 这让向庭赴很是内疚 今年向庭赴的一个行动 让他感到了些许安慰 向庭赴在外承包工程的时候 深感自己知识不足 他便主动读书继续自修学习 什么专业呢 图木工程系 因为我本身是做工程的 这个上面如果说不学的话 好多东西就自己都不会做 必须让自己学 项师念重新拾起课本的举动 是那么的坚定 他也理解了项师的祖辈们 发奋读书 并把勤奋求学写进族训的深刻含义 祖辈它不仅仅是一个文献记载 更多的表现为一个家族的文化理念 价值追求的一种传承 它这样一个影响正好表现了 这个荣木戴从文宗教 对这个小伙子本身的一种 对小伙子本身的一种影响 它这个奋力向学这一点来说 既是一个个人对当下的一种反应 当下生存的一种反应 也可以看作是 它对于走成今生的一种传承 向氏家族 为了教导后世子孙 忠实教育 特意在云墓寨北端的张凤萍 修建了一座字库堂 以前向氏子弟在习文恋字之后 产生的字纸都必须集中焚毁 不可随意丢弃 以此来表达对知识和文化的尊重 并用来教导子孙勤学苦读 浸息字纸 如今向氏先祖 据以作故 唯有这座石头砌成的字库堂 高高耸立着 指引着后世子孙 求学求知的方向 字库堂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啊 他是儒教的一个圣物 一个是人们崇拜文化 崇敬文化的一个史无证据 在余墓在这样一个方体之业 一个土甲山寨上还存在 实在是了不得的事 是说明了这个地方 对文化是一种崇敬的程度 对于文化的尊重 使得余墓在历史上人才辈出 相光志正在清理着 这座简单的墓 墓主人叫相权术 按照族谱排行 应当是相子的第五代孙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中国社会动荡 战争不断 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 依然没能消磨 余墓寨人一心向学的志向 当时十九岁的相权术 通过勤学苦读 考上了重庆中央大学 并作为交换生 去美国留学两年 毕业之后回国 在重庆政府部门工作 后来因祖母病危 相权术回到家中 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余墓寨 在余墓寨生活期间 相权术发现 由于余墓寨山高路险 求医困难 有的村民因病得不到 及时医治 过早离开人世 自小好学的他 决定学习医术 救治更多的村民 尽管已经年过半百 但是他潜心钻研 不出三年 他就凭借着自己的医术 赢得了相邻的信任 成为了远近文明的医生 相权术在洗衣衣的过程中 时常遇到有人求助 解决家庭矛盾 或淋漓纠纷 就感到有必要学习法律 来帮助人们 当时已经72岁的他 参加了重庆大学 法律专业的自修考试 苦学四年之后 他以平均87分的好成绩 拿到了毕业证 他说我来问一下你们 那个一个院子做起 哪一头的鸡过来 把你那一头的鸡 那个周童的庄长的干部打了打 哪一头的要那头配 你们说究竟配的对吗 不配的对 我们都说买那个 还是要配的对 是你的鸡打那里 他拿你们错的 那个鸡是个无难圈的人 他事儿都说非他无的 但是鬼里古人 他都不应该配 向全书勤学苦读 崇尚文化的理念 与他的先祖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在他曾经生活过的老房子 六级堂里 至今在狼前街壁上 还保留着清晰的石刻文 隐藏着像是一门重门上学的奥秘 谭宗派正在读读的 正是这在渔墓寨人尽知晓的 殉子格言 费尽了殷勤教子心 急不起好学勤修志 恨不得头顶里不云踢 恨不得守抚你搬柜子 你整部心思 是他那读书的千人敬仰 不读书的一世无知 读书的如金如玉 不读书的如土如泥 读书的光宗耀祖 不读书的颠炼紫漆 把那个读书的人的 他的前途 他的人生和那个不读书 那个人的前途人生遭遇 很形象地写出来 非常感人 深入浅出 各人以文化的暗示 以学习的暗示 只有一个人有文化 他的人生才有意义 才有前途 历史上 六集坛曾经是村中 相识家族的私塾 殉子格言是私塾里的劝学碑 相识家族的子孙 和榆木寨上外姓士林子弟 都曾经在这里 接受传统教育 每天一起诵读 殉子格言 榆木寨的先祖 用如此朴素的话语 讲述着深刻的道理 并把不朽的求知 刻在永恒的石头上 世代影响着这里的人们 向泉树已去世多年 他在榆木寨上 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甚至连一张照片 都没有保存下 但博学的他 却成为了榆木寨 年轻一代心目中的榜样 是榆木寨里 寻寻善幼的长者名师 今年46岁的邓昌宁 就是在榆木寨的 六级堂里上的小学 现在是立川市大兴小学校站 在十岁那年的一天 他推开了香圈树的行门 和香圈树结束 确实我都感觉到 是一种香手 我真的当年我就可是那种感觉 我有种香手 有一次我一进去 我也很随便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希望十几岁 我把水打开 《红楼梦》 我标普 我那儿在看书 他说人们都说 《红楼梦》是一部好作品 我也来欣赏欣赏 但是我当时都觉得那种感觉 确实是一个读书人 作为你一听到 如果一个文人说出来的话 你当时心里确实是一种 与一种不同的一种感觉 确实有文化的人 真的他能够养人 真的我觉得那种 他不是养身体 他是养你的精神 可以说 他真的养我的精神 一个人一部小说 几句对话 却一下子打开了 邓昌颖心中的一扇门 他仿佛看到了光亮 看到了自己想要努力的方向 他从此法分读书 上课从不迟到 学习成绩始终在全班前三名 在他高中毕业的那一年 由于村里的小学缺少老师 邓昌颖回到了余木寨 走上了讲台 为了更好的教书育人 他自学拿到了大学专科文凭 我就千方百议地想找到一条出路 找到一条出路 只要有我施展我才华的机会 我就会奋不顾身地去努力 2014年11月20日 邓昌颖带着30多位 即将小学毕业的学生 来到余木寨 他辞行的目的地是六集堂 自任学校校长的那一年起 邓昌颖每年都会带领毕业班 回到余木寨 送读殉子格言 这是邓老师读小学的地方 你们现在都六年级了 我们也一块到这里来学习一下 我们邓老师读小学的时候 老师也是这样 带着我到这里来学了 这个我们余木寨传统的古文化 这个也就是激励我们每一个同学 从小学就要离职读书 但也不一定 每一个人就能够从读书这一条路 走到大学 走到研究生 在读书的同时 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品行 飞进了殷勤教子心 飞进了殷勤教子心 积不起好学秦修志 积不起好学秦修志 孩子们天真的两行 致命的算抵胜 让已是百年老宅的六级堂 对时充满身高 如今 余木寨上已陆续走出了 五十多位大学生 占到了全村人口的百分之十 他们中有博士 有大学教授 有的在国外研究机构担任要职 余木寨这个方圆 仅三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 不但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物质养分 也为他们的精神提供了腾飞的能量 面对群山沟壳 悬石天梯 余木寨至今依然焕发出勃勃生机 宠闻上学 勤奋求知的传统 在这里连绵不绝 世代传承 万月如沟 沟起几朵 几朵相仇 一壶老酒 你最浪漫春秋 离经沧桑的记忆深处 离经沧桑的记忆深处 收藏了几朵 缠绵尽柔 心都满天 点亮几朵 几朵相仇 一首老歌 抚平相思伤口 一首老歌 抚平相思伤口 鸟欲花香的房间屋红 珍藏了几朵 爱是娇羞 赵平相思伤口 几朵相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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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仇啊 相仇 陪我守候 几朵相仇 几朵相仇 天长地久